各位麥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的雷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1月17日的馬場花生 今天的賽事我相信 都幾出人意表 在雷文事前Live 都跟大家說了 今天的形勢都比較空險 但是雷文誠也不舍恩 敗也舍恩 在雷文事前Live 跟大家說過那一隻 融天盤的官世界 這隻沒有貼到心水 但是跟大家分析了這隻馬 第一次上陣 第二次過來田草上陣 終於爆了75倍的冷門 怎麼說成也舍恩 敗也舍恩 雷文買了舍恩這隻官世界 搭了那隻有得精彩 緊頸四回來 另外在雷文事前Live 跟大家研究那隻文武精英 那隻文武精英 跑過第四回來 又是舍恩緊頸四 但是那隻緊頸四的時候 另外有一隻馬 雷文是可以選擇的 雷文不幸運 就買了舍恩 拿那隻文武先鋒 不是文武精英 文武先鋒 拖回那隻心愛 怎麼知道那隻文武先鋒 舍恩哥哥 最後那一部 就被那隻綠豆怪傑 刀過了一點點 緊頸四 接著舍恩那隻 官世界 贏馬的時候 那隻有得精彩 就緊頸四 今天雷文的情況 就在雷文事前Live 跟大家說了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比雷文更好 雷文是很老實的 誤中就誤中了 但是今天 相信有很多出人意表的賽果 不僅僅 有很多步促 是認真怪到無倫 好像金莊令贏馬 今天被人拔了去趙肺 立即拔去問話 上次那隻綠豆怪傑 跑直路賽又很差的 今天又剷了進來 就等著那隻文武先鋒 大家如果相信有研究部促 去到第二段這文 一看差不多去到扔彎的時候 第二段是去到23秒3 左右的時間 喂 開什麼時間 我以為在跑1600 究竟我是不是讀錯了馬 1600就當成1400 是不是開得這麼慢 今天這場賽事 開了這樣的步促 這文究竟是見過沒有 真的可能是沒見過的 今天其實有很多第一次 雖然馬場花生 當然是炒賀明年 連入五顆 不是連入 即是入了五顆 入了四顆頭馬的時候 已經是十元過關 收四十幾萬 美場再贏了蔡若翰 早兩場都被人迫去問話的疾風明驅 今天脫了眼罩 就爆出來 噗一聲 反為田坦安騎開 是馬不騎 騎那隻堂堂幸運 又不幸 被人頂住一二碟 只能跑第三 相信有些人想串Q 就被那隻星雲明爵頂住了 至於為何會開出這樣的步速 今天已經不是第一場了 很多朋友說 關乎草地市 其實如果你關乎草地市 去到美場的草地應該會偏慢 但是美場的步速 可以說是正常的 有點快 變成了 究竟關不關草地市 各位可以自己做一個評價 今天不是第一次了 今季 有一次有很多突然間 一天就上 即是突然間贏馬的馬 未上過名的紀錄 讀新訂做上名的那一天 天使第一次贏馬那一天 那一天好像是這樣的 今天也有很多第一次的 蔡玉漢 賀明年 殺了那條尾牆 賀明年今天當然威到盡 炒花生當然是炒賀明年 這位騎師來到香港之後 其實呢 上季的表現都OK的 但是今季呢 就一直被人忽略 其實有很多陣上出錯的情況 都不是說忽略的 是真的這樣的 但是今天呢 就突然間來一個大反底 為什麼雷漢會說 夠他這麼多的第一次呢 不說大家不知道 第二場呢 雷漢我相信是近幾季以來 不要說太遠了 是第一次呢 千四米第二段 開到二三秒三 我不知道各位如果有研究步速的朋友呢 開到二三秒三 究竟是什麼概念呢 是呀 雷漢我選中了文武先科 我也是預算他四連環四重彩的 但是呢 選中就還選中 但是開這些步速 站一些這樣的形勢回來 跑過第四 我就是當這些步速呢 又當沒有跑過的 那麼這個是一個第一個 就是有很多的第一次啦 那麼跑完這場 這麼精彩的千四米步速 第二段開到二三秒三 那麼上下的時間 真是精彩到無論 那麼一二三四五 走位全部回來了 一二三四五位 一二三四五名 那麼去完這一個 這麼特別的第一次之後呢 那麼相信呢 又做了一個很特別的第一次喔 那麼到去到第三場啦 就是這一隻呢 從來跑泥地1650 都未脫過Q的黃金甲 入到直路就散了 那麼這一隻黃金甲 亦都是第一次在泥地1650 就是以大熱門身份呢 是脫了披屎的 即是Q本來就未失過Q的 那麼現在連披都撤了 四重彩都沒有的 那麼潘頓哥哥就頂了 那麼這一個呢 亦都是今天的第二個第一次了 那麼喂 第二場的第一次 那麼去到第三場的第一次 就關乎這隻黃金甲 第二場就是個步速慢的第一次 那麼去到第四場的第一次 給大家看看 什麼叫第一次呢 就是這隻愛馬劍 上次跑道心律不正 然後跑去市貨集 阿伯雷文都說他漂亮的 但是始終這叫做心律不正出來 那麼這隻愛馬劍呢 就跑了那麼久呢 就從未拿過頭馬的 哈 那麼未拿過頭馬 不只啦 就在草地1650呢 這隻愛馬劍呢 就在第四場的賽事呢 就為大家帶來了一隻 又是冷門的第一次啦 就第一次跑 黎地1650 那這隻愛馬劍呢 那麼今天呢 就再做一個第一次給大家看看啦 那麼其實阿伯雷文是數漏了的 那麼還有第一場的第一次呢 那麼究竟大家 那麼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第一場呢 原來也有第一次的 那麼今天有這麼多第一次 搞到那些孖寶啊 Q啊 位置Q啊 那些呢 就認真是傑傑傑的 那麼這一隻 這樣的幸運精選 是來香港這麼久呢 是從來都沒有拿過頭馬的 那麼今天呢 第一場呢 就已經是做些萬步速給大家 大家看看啦 那麼由頭一放到尾 萬步速的第一次呢 那麼為這一隻 那一隻幸運精選 第一次拿到第一次的頭馬 還在第一場呢 那麼那隻天衣無縫呢 也是從來都沒有上過名的第一次啦 那麼今天呢 這隻天衣無縫呢 就第一次上名 就第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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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 萬步速 那麼兩隻第一次 一隻第一次贏頭馬 一隻第一次呢 就是入到三甲以來的馬呢 那麼我終於串了一條 連贏位回來呢 就是六千八八七十七元 那六千多元啊 不知道有什麼馬迷呢 就可以深有靈犀 買到這隻第一次贏馬的WIN 以及第一次上名的天衣無縫 那麼第一場有第一次 第二場就是關乎第一次的萬步速啦 那麼第三場呢 就是這隻 那麼黃金甲第一次 黎底1650 就上不了名啦 那麼第四場的第一次呢 就是第一次跑黎底1650的愛馬劍呢 那麼爆十三倍的冷門呢 就贏馬啦 那麼已經呢 數到四場 已經有四個第一次的啦 那麼 那麼數到啊 雷文呢 就很心痛的第五場啦 那麼有什麼第一次啊 雷文 那麼昨天都和大家在雷文事前Live說啦 就說這隻明欣賞呢 如果再咬好位跑的話呢 那麼應該就不夠衝的 那麼今天真的縮住來跑啦 那麼就入Q啦 那麼當他入Q的時候呢 就頂住了雷文那隻聖得精彩啦 那麼還有呢 那隻熊龍執的十三檔呢 那麼就有橙進來 那麼雷文就不幸運了 那麼雷文就不幸運了 那我以為他做了官世界呢 自己也沒有買WINPAY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為什麼呢 因為是第一次過來沙田跑 這個第一次他跑的路程呢 那麼第五場的第一次呢 就是第一次跑沙田千里呢 就已經爆75倍的頭馬呢 這一隻官世界啦 那麼這條Q搭了進來呢 足足有二千六百塊的啊 那麼真的不知道有什麼馬迷呢 會比阿雷文幸運到啦 就是比阿雷文更加幸運啦 可以中到這一場的名恩 想搭官世界這條Q啦 那麼一二三四五都有第一次 不過雷文是還沒有數完的啊 那麼還沒有數其他的之前啦 那麼雷文想和大家說啦 其實跑馬跑到這樣的步速出來呢 就是我不知道有些什麼好說啦 那麼有些又說場地的因素啦 但是如果你看回第十場呢 那麼我相信就不太關乎草地的事啦 最主要就是控制了一些馬匹 和騎士想著怎麼跑的 那麼其實有些馬 為什麼可以放頭沒有放的呢 那麼雷文就免得逐場數啦 那麼各位自己去看看吧 那麼說到第... 說到第六場的第一次啦 那麼第六場的第一次呢 就是這一隻齊齊有福 這一隻齊齊有福 就跟那隻官世界一樣的 那麼第一次跑沙田千里呢 那麼已經是贏了馬啦 那麼就爆過14倍的懶滿啦 那麼第六個第一次啦 那麼第六個第一次呢 那麼第六個第一次呢 就一起就起個孖寶給大家看看啦 那麼為什麼呢 那隻尖辣椒呢 也是屬於第一次上名的馬來的啊 那麼這一條Q呢 就是第一次贏馬的齊齊有福 第一次跑千里啦 那麼就搭一隻尖辣椒呢 就是第一次上名的 第一次入Q的尖辣椒啦 那麼真的今天有很多異曲同工之處的啊 那麼跑到這一場的時間呢 去到第二... 頭那兩段呢 是竟然開到48秒回來啊 那麼足足比起正常的時間啦 但是雷文當他46秒鬆一點點呢 是足足是慢了兩秒的 那麼我不知道各位啊 看慣步速慢兩秒是什麼概念啦 那麼零點一線是多少個馬位啦 那麼跑到這些時間回來呢 那麼雷文呢 就真的得淡笑啦 那麼去到第七場啦 那麼終於沒有第一次啦 那麼因為平海掌聲就贏過這個路程了 那麼就回答全城啦 那麼雷文的心水呢 就是靠這一條呢 四重彩呢 就叫做呢 就希望幫到一些馬迷呢 就收回皮靈東西啦 那麼這一場就沒有第一次的 那麼但是去到第八場的第一次又來了啊 那麼雷文上次有介紹那隻 超霸神驅呢 那麼快放... 黎底千二就放不到啦 那麼今天配著我們今天的 旺人賀銘煉哥哥啦 搭著旺人馬房審集成呢 那麼這一隻超霸神驅呢 就是第一次跑黎底1650 就是跟那隻愛馬劍呢 又異曲同工之處啦 那麼第一次跑黎底1650 那麼竟然用一個黎底的快 今天那些黎底的步速是快的 草地是慢的 但是美場不慢的 美場不慢的 是的 那麼就證明了不關那些草事啦 那麼說到去第七... 第八場的這隻超霸神驅的第一次呢 那麼獲得他呢就是超霸神驅呢 第一次上名 那麼第一次上名呢 就是第一次跑1650 第一次黎底 第一次放到底 第一次呢 就是贏頭馬 那麼今天呢 除了第七場之外呢 第七場之外呢 那麼12345678裡面呢 是有七場的第一次的 更加有第一次一起上名啦 一起串Q啦 那麼有一天同一天呢 就是有些慢步速的賽事呢 那天也是有很多第一次的 這個問題可能會值得各位思考 那麼黎文思考到這裡呢 那麼究竟還會不會買得這麼大呢 以後的馬呢 那麼我黎文啊 如果再這樣下去呢 我就會縮一些駐馬啦 那麼其實黎文都還沒說完的 那麼就講到第一次啦 那麼就講到第九場 這隻這樣的美麗掌聲啦 那麼上次啊 波鍵士怎樣騎 怎樣被人問話 怎樣得過緊頸四書半個馬位回來 即是沒有問話 為什麼他給那隻這樣的 團結精神兜了去前面啦 即是黎文卿上次的賽事都說了 那麼今天這隻這樣的美麗系的馬呢 那麼就縮回來跑一千了 其實這隻美麗掌聲呢 從來都沒有跑過一千米 直不拉直路賽的 那麼今天第一次跑直路賽一千米呢 那麼上次騎發當然惹到很多朋友的議論紛紛啦 那麼避一避嘛 轉一轉個路程回來 贏了就不用問咯 那麼今天遇到這隻強手就是複日啦 那麼但是呢 這一隻這樣的美麗掌聲呢 第一次跑來直路一千 遇到複日這隻強手呢 那麼臨場只有五倍呢 那麼最後還是回到六倍左右呢 那麼今天呢 基本上的第一次都沒有什麼斷纜的 除了平海掌聲那場之外呢 那麼今天呢 第八個第一次呢 又出現啦 那麼各位喂喂喂 那你說黎文 人哪有那麼多第一次的呢 那不到我不說的 是不是啊 就是大家整天在這裏炒花生 或者有沒有看過一些步促 有沒有看過一些賽事 究竟為什麼會開一些這樣的結果 會產生一些這樣的賽果出來呢 究竟各位有沒有思考一下呢 那麼就講到這一隻 今天美場的疾風明驅啊 這個疾風明驅呢 其實呢 早上那兩場呢 就沒有加過眼罩的時候呢 一直都是後上啊 守著那個靚位追得很厲害的啊 然後呢 戴過眼罩兩場呢 就走去放頭啦 然後呢 放頭那場呢 就跑什麼馬出來呢 就跑羅富泉的超勁勇士啦 剛剛那場呢 就輸到十個馬位呢 那麼究竟又為什麼又戴過眼罩 又放頭又不脫眼罩呢 那麼那場呢 就是爆羅富泉 就是跑爆羅富泉 五十七倍的天使 就是那一天 應該是那一天呢 又是很多萬步速啦 又是很多第一次啦 那麼 加樂菲區第一次上名啦 那麼天使呢 就第一次贏馬啦 是的 又是第一次的 那麼究竟 是不是一個劇本來的呢 是全部都開賣第一次的呢 那麼去到這個美場啦 那麼有什麼第一次啊 不是就是疾風明驅 第一次贏馬啦 那麼這隻疾風明驅第一次贏馬呢 那麼就綜合結果呢 今天十場賽事裡面呢 的賽果有九場的第一次 有一些很奇怪的萬步速啦 不是一些很多場很奇怪的萬步速啦 很多第一次跑這個路程的贏馬啦 上名啦 那麼這文再翻查一下啦 那麼如果我沒有再翻查一下 就跟大家說一下 天使第一次贏馬 即是疾風明驅第一次大眼罩 第一次被人走投 就是第一次被疾風明驅呢 走了在前面 就搞人家的馬 那麼就搞到天使呢 第一次贏馬 那麼第一次贏馬的時候呢 就是第一次大眼罩的哈 真是好巧合的哈 那麼第一次被人問話呢 那麼說回那一天啦 就雷文真是好記得的 因為賽馬呢 是雷文的職業來的 那麼就變了呢 即不是說做Youtube的職業 是我賺花費的職業 所以我一定要很努力的哈 所以我就不會說 懲罰來做的 那麼說到那一天 十二月二十號呢 那麼聖誕前的前夕啦 那麼那天我也有跟大家出了一條片 大家可以找回馬場鬼故 馬場花生來看啦 那麼當日呢 第一場賽事呢 那麼第一次那隻雙南騎 和魅力星光這兩隻馬 應該是第一次上名的時候呢 就銀著了雷文那些 那些四重彩那些 那麼當日的第一場賽事呢 就第一次上名的有魅力星光啦 第一次上名的有雙南騎啦 那麼說到第二場賽事啦 即是當日 十二月二十號 那麼當日那些報速 雷文已經彈到不堪了 就是很多賽事的報速 和今天一模一樣的 那麼當日第一次贏馬 第二場的呢 就是今天落敗了的 失車的美活人生呢 當日就是第一次贏馬 第一次入位的 雷文就有介紹的 那麼當日啊 那麼這隻馬 那時候不知二百幾倍呢 我都貼他的了 那麼第一次那日上名的 就當日就是 又是一隻第一次上名的馬 那麼那日第一次 讀造美活人生呢 就和今天異曲同工啊 就是兩隻第一次上陣 第一次上名的馬呢 就是串Q回來啦 那麼當日的報速呢 這一場賽事呢 也都是有少少偏慢的 那麼真是很巧合的 那麼當日呢 十二月二十號的第三場賽事 那麼當日的第一次呢 就是第一次落地爆冷的 當家精神啦 那麼今天就跑回第三啦 那麼那麼 那麼當日跑第三的 就是用眼光呢 也都是來香港之後的第一次上名 那麼當日的第三場呢 第一次贏馬 就是當家精神 第一次入位跑第三的呢 就叫做用眼光啊 那麼到那日 十二月二十號呢 那麼第四次 那日又是一場超慢步速的第四場 那麼在雷文市前拉庫呢 就和大家介紹這隻勁力十足呢 今天就輸了啦 那隻勁力十足 是不是呀 但是又是慢步速啊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我再講 我有一陣子 我再在賽後重點 我再講些飛數 和大家分析 這隻勁力十足 當日在十二月二十號呢 也是第一次贏頭馬 那場的步速呢 也是很慢 但是不夠今天慢 當日的第二段是開到二十一秒六 但是今天是開到二十三秒三啊 那麼當日這隻第一次上名的勁力十足呢 就回答南非跑第三那次 也是第一次上名的超速 今天的賽事 和那日十二月二十號 為什麼有這麼多第一次 但是第一次我都不是很奇怪的 每隻馬都有第一次上名的啦 但是那些步速 為什麼又是開到這樣的步速 而弄一些這樣的馬出來的呢 那麼數到十二月二十號的第六場賽事啦 那麼有沒有這麼多第一次啊 雷文 我和大家講 也是有第一次的啊 那麼當日第六場的賽事呢 跑第一那隻就叫庫泉大師呢 也是他第一次的上名 第一次拿到頭馬 而那隻叫做冠軍名區串Q那隻呢 也是他第一次的上名 也是他第一次的上名拿到條Q的 那麼當日呢 就是十二月二十號的第六場賽事 不過好在這一場的步速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古怪的啊 就是不夠剛才我之前說的那些那麼古怪啦 喂雷文 什麼你數第一次數這麼多巧合的出來的 還沒數完啊 十二月二十號的第七場呢 那這一場泥地的賽事呢 這一場是快步速來的 那步速是正常的啊 那麼這隻藍區友呢 就是拿到他來到香港呢 第一場的上名 一拿到第一場的上名 也是第一場的頭馬來的 但是呢 喂 那你有沒有第一次有串Q啊 有的啊 那隻威威心得來到香港之後呢 是第一次跑泥地啦 不是 是第一次在泥地上名啦 是啦第一次在泥地上名啦 這一場就不覺得有些太特別的 第一場拿到泥地 那隻威威心得曾經都跑過泥地的 不過在泥地第一次上名啦 也是有第一次的啊 那麼說回第九場啦 那隻天使一聲爆五十七倍那天呢 那麼那一場馬呢 這文再跟大家說啦 那隻疾風鳴區第一次帶貝備 第一次跑去燒人 那就是不要說燒人啦 跑去前面啦 拉快步速啦 那麼終於呢 就跑第一的呢 就是天使啦 就是當日在香港落地 第一次拿到頭馬 就五十七倍啦 那麼至於呢 跑第二那隻呢 就是在香港第一次上名的 叫加樂飛區呢 那麼就串了Q回來了 那麼當日那條連贏位呢 足足有二千六百九十四元的啊 喂 那些派賽那麼像今天呢 是啊 是呀 是跟今天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些孖寶全部都千千聲啦 跟著呢 那些連贏位呢 全部都是傑傑傑傑的啊 其實究竟 為什麼會開到這樣的賽果 我們跑完 很多馬迷跑完馬之後 那些報紙 那些報紙 即是舊人時用報紙 撕掉了就算了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 各位跑完馬 看看那些步速 為什麼會開到這樣的賽果 為什麼這兩天的賽事 有這麼相似的情況出現 奇怪的步速啦 全部都是第一次啦 全部都是你沒有理據去選到的馬 好 你沒有理據去選到 不是很大的問題來的 你跑了一些 沒有理據進來的馬 不是說很奇怪的 但是當你結合了一些 這麼奇怪的步速之後呢 就再跑了一些 這麼奇怪的馬呢 那我相信各位呢 就去自行去判斷一下 雷文看到的東西 究竟是不是雷文敏感啦 那好吧 多謝大家拜拜